你敢相信吗 把包了皮的西红柿放进大米中捏碎 这就是最近网上很火的大米新吃法 楼下饭店一份188 自己在家做成本只要几块 先把羊柿子和大米抓拌均匀 放进电饭锅 加入平时煮饭多的水 扣盖先把米饭煮熟 锅中油热下入洋葱 小火炒出洋葱的蒜香味 再下入土豆和胡萝卜块 五毛钱的大虾 一点西兰花 一大碗清水没过食材 空碗中打入一个小学毕业的蛋 搅拌打散 放入咖喱块 只需要煮上十分钟 收浓汤汁即可 羊柿子焖饭也做好了 西红柿经过蒸煮 营养更丰富 淋上煮好的咖喱大虾 这道咖喱虾盖饭 就连不爱吃饭的孩子 都能连吃三大碗 还没有吃过的家人们 一定要安排做起来